电影里的悲雨欢 阿诚陪你 慢慢看 小森林是日本东北的一个小村落 这里没有商铺 没有集市 如果要购买生活必需品 得去十公里以外的村中心 那里零零散散地开着几家小超市 要是想再买些别的什么东西 便只能去隔壁正的大型超市 一来一回的话 需要整整一天 这样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小村子 就是世子长大的地方 世子毕业后在东京工作了一段时间 后来他选择重新回到小森林 开始了一个人的乡下生活 像每一个当地的农人一样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用自制的美食享受着四季耕季 夏日将近 初秋已至 初秋是个含蓄温雅的季节 树叶植被纷纷由深绿走向微黄 宛如一个渐渐褪去青涩的妇人 站在存养风韵而至成熟的暗口 世子在熏香四溢的田笼间齐行 早春拨下的作物已是遍地风影 自己轮回逐渐进入丰收的轨道 这是农人们最喜爱的季节 不过要想顺利完成秋收 提前的准备工作必不可少 田间需要分渠 到逐渐挖小沟 让地里的水一语流出来 收割时才不会有泥巴妨碍 当养分注入稻碎 甘甜悄悄被滋养 稻叶从清脆孕育出 诱人的金黄时分 路边的通草果也变成了胖乎乎的紫色 待它们长到破口开裂 就可以吃了 通草果多剩于树枝缠绕 万藤较高的地方 世子小时候会站在高高的枝头摘果子 没曾想长大了反倒是不再敢爬上去 几子的爷爷不知用了什么办法 摘了满满一小筐带给家中的老伴 像是秀恩爱似的从他们面前走过 通草果是恰到好处的消热甜点 即便没有在冰箱冷藏也是冰冰凉的 世子忍不住想 那他的皮能不能吃呢 该用什么办法去除皮中的苦味呢 有了想法说干就干 世子将通草果的皮切成块状 锅底热油加小茴香 再加蒜末 葱末 咖喱粉 番茄块 最后放入果皮和酱油后一起翻炒 如此一道印度风味的下酒小菜便做好了 世子尝了一口后感觉味道还不错 接着他又尝试了更为家常的做法 把未曾腌制过的肉糜塞入果皮后油炸 爽口入味 肉香四溢 这是割道时最合适不过的便当 通草果很快被人们和野兽采时光 随着入秋在开满红叶的山中 偶尔也能找到一些漏网之雨 不过要想再大块朵頤的话 只能等到来年 小森林的稻子会在空中飞行两次 第一次是在插秧的时候 把秧苗等距离的投到田里 这样要比来回拿高效的多 第二次则是割道子的那天 割下的稻子合成一树用稻草捆好 再扔到田楼边等候整理 每每到了收成的时分 家家田里都是被放倒的稻碎 他们垂着金黄色的成垫垫的头 背对着四面八方围聚在一起 等待太阳将水分蒸发 最后再不分彼此的堆满骨仓 世子的午餐准备了软糯可口的核桃饭 这是他们家每年割道子的标配 今年核桃饭的味道一如既往的好 核桃是大自然赠予小森林的又一恩赐 成熟季节只需弯弯腰便可收获不少 不过也得和小动物们比比手速 核桃的制作过程可不是个轻松事儿 首先将捡来的核桃埋进院子角落 等表皮腐烂发黑 好好洗干净外面 晒干后放入网里挂在屋檐下存储 想要吃的时候用锤子挨个敲碎 小森林核桃的外壳较厚而且坚硬 锤之前要下锅煎下 裹着毛巾才好敲打 敲碎后的核桃需要一点点去除碎壳 要不然吃的时候会磕到牙齿 再用蒜旧导致糊状 这些都是费功夫活 最后将核桃糊混入洗净的大米中 加酒和酱油调味 带到水干饭熟 香味浓郁口感醇厚的核桃饭便做好了 煮饭的米用的是去年收割的稻 去年割心稻吃的又是上一年的米 春秋往复四季轮回 稻米就这样在时空交替中生生不息 狮子的家被沼泽森林包围起来了 平日里来这里的访客并不算多 每月邮递员会在固定日子送来水电账单 其实他更希望哪天能收到妈妈的来信 五年前妈妈突然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留下狮子一个人在小森林独自过火 狮子的奶奶送来印记的葡萄和哈密瓜 他让世子将新稻子送点给关照过他的人 世子有些低落地说 他已经没了那样的人 提起新稻子 世子问身旁的老奶奶 大家每年都会插秧割道捡核桃吗 奶奶笑着回答 你还没出生我们就一直这样子 小森林的生活就是这般循环往复 不予人争不予天争 顺应四十顺其自然 风和日历的早晨 狮子和幼太一起去钓鱼 这是野营厂的鱼塘 钓费仅需一千日元 狮子钓鱼技术不错 不多时便收获满满 晚上他在家做起了洋葱醋腌油炸鱼 首先自然是取掉鱼的内脏 清洗干净 准备汤汁 醋 砂糖 酱油和干辣椒 把以上的佐料一起煮开作为酱汁 洗净的鱼沾满面粉 放入煮沸锅中油炸 炸好的鱼浸入酱汁 再放入冰箱中冷藏 过一天后 带鱼完全入味才算大功告成 这样做出来的鱼 当真是下饭的最佳伴侣 当树叶繁花渐渐被秋蚁染红面颊 小森林的气候变得颇为知趣的疑人 每每此时 糖煮板栗变成了乡邻们的最爱 她的创始人是野营厂的大叔 和天天泡在那的幼太 他们闲来无事尝试着用糖熬煮板栗 偶然路过了邻居尝锅之后赞不绝口 于是便一传十十传百的成了热门美食 乡邻们还试着用自己的法子不断改进 有的放酱油 有的放红酒 有的放白蓝地 他们还时常聚在一起 讨论哪种做法更棒 一项好吃的柿子当然不会错过良机 板栗成熟后跟核桃一样散落遍地 唯一要小心的是 听说周边有熊出没 柿子用脚踩住壳 拿钳子夹出板栗 回家后再一颗颗的仔细剥掉外壳 老栗子用开水滚煮很容易去掉内皮 去皮的栗子泡水后加入小苏打放置一碗 第二天再开小火熬煮各把小时 锅里的汁水会因色味而变得漆黑 换水再煮半个小时 倒掉黑汁重新换水 如此反复煮到汁水成红酒色就好了 此时需要手工调掉栗子的经络和杂物 而后放入栗子重量60%的砂糖再煮 在关火前可选择放酒类调味品提香 柿子喜欢将煮好的板栗用汤汁浸泡在瓶中 两三个月后板栗会完全入味变得黏糊糊的 这样吃起来栗子便有了糯米果子的口感 板栗树是一发一燃的好柴火 柿子要在冬天来临前储存足够的木材 栗子树的枯黄换来了寒冷的天气 无需落日熏染 丛林已是燕烧一片 田间早随着秋收的尾声光秃秃的 路边的野花不得不颓然的卸下彩妆 不论是人或动物都得为过冬做些准备 柿子通常在寒流浆制位置的时分 将地里的芋头和红薯早早挖出来 放入蒸笼中一次又一次的煮沸 接着去掉外皮后切成半大不小的片 用稻草串起来挂在盐下风干 晒干后的红薯甜味会明显增加 拿火烤一下脆生生的格外好吃 用来过冬以及招待邻居再合适不过了 秋收的午后大伙聚在一块闲话家常 我家的那口子就知道使唤我 我家今年的收成没有去年好 夹杂着笑声的咸痰 足以烤好的红薯干 看似无聊的日子也被赋予了甘甜的味道 天空的云朵不进一间换了时空 夏天头顶列阳的日子真的远去了 这个时节翻鸭们已经长成了大个头 几个月前它们还是娇嫩可爱的小雏鸟 6月份当稻子长得高过翻鸭的时候 就把它们丢到起脚深的水田里放养 它们会吃掉杂草还有稻苗上的虫子 顺带着也能为稻子的根部输送氧气 鸭子们的粪便还会成为沃土的肥料 因此在小森林的人都不太忍心吃鸭肉 不过每当它们宰鸭时总会叫上柿子 大约是大家都认为柿子馋得不行吧 宰杀翻鸭要先准备一锅煮沸的开水 将鸭子浸泡后毛孔张开才便于拔毛 拔毛毫无疑问是最辛苦的环节 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除干净 至于那些细小的毛可以用火烤掉 接下来沿骨头和关节把鸭子解体 处理好四肢后顺着鸭脖取出内脏 柿子把翻鸭按不同的部位片好 今天晚上他要做一顿鸭子大餐 用菜刀在皮上片几刀后撒上盐 随后鸭皮朝下放入锅中小火慢煎 煎鸭子不需要放油 它会自己熬出鸭油 等到鸭皮变成狐狸的颜色再翻面 此时锅中已经飘出了浓郁的肉香 至于鸭架子用冷水慢慢熬出汤汁 干核心可以做成辣炒鸭内脏 用甜酒、酱油、生姜和辣椒调味 鸭皮则可以切成薄片做刺身 如此一来一顿丰盛精致的鸭咽便做好了 いただきます 晚秋涼意渐浓,草上已燃渐霜 小森林到处都生起了浓浓白烟 那是香菇房里飘出来的暖气 以及村民们做稻壳灰而烧出的烟 把稻壳堆成小山状 给专门的炉具点火 便能做出可以改良土壤的稻壳灰 在播种时撒上一小把稻壳灰 能够有效避免大雨冲击 以致土壤结块 而且稻壳灰也能保持土地的湿度 让洗湿的胡萝卜得以顺利生长 记得以前妈妈说过 胡萝卜发芽时很重要 要让它们同时密密麻麻地长出来 发芽之后就要梳苗 让植株间留有缝隙 不过妈妈也说过 梳苗迟一些也可以 让它们互相比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 柿子怀疑这分明是妈妈懒惰而找的借口 她不仅忘记书苗 连杂草都不怎么清理 妈妈却说她不是懒 而是用了杂草种植法 柿子自然不屑一顾 明明就是很懒而已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妈妈做的喂炖菜和嫩炒菠菜还真是美味 直到现在柿子每天亲自下厨 她一直以为自己知道妈妈炒菜的方法 可做出来的口感总是欠了点火后 柿子地里的蔬菜一年到头供应不断 生吃起来咔嚓咔嚓响的水菜 在冬天也能长成莲花做的塔菜 顶着炎炎夏日成熟的腌枝豆 横桃小虫子们喜欢的小松菜等等 摘取当季的蔬菜 随时都能做出美味 洗完切好下锅翻炒调味 遗憾的是柿子就是做不出妈妈的口感 不管放不放蒜和葱 放不放酱油和调味 哪怕是用肉炒也还是一样的结果 她实在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直到有一天柿子给芹菜拔筋的时候 她猛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青菜有筋 她也试着一点点剥掉青菜的筋丝 果然不出所料 这回一切顺利 她终于炒出了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原来妈妈即便是炒青菜也费了很多心思 懒散随意的一直是柿子自己而已 秋天在日生日落中一天天溜着 夏霜之后的菠菜变得更甜了 泛着冷意的冬季变得更近了 天气预报好像说 下午将会有出雪 邮递员又准时送来了水电账单 意外的是还带来了一封薄薄的信 信背面的落款 是妈妈的名字 《小森林》是一部能让人静下心和被治愈的电影 这个系列总共分为夏秋篇和冬春篇两个部分 主要讲述了平凡女孩柿子远离都市的喧嚣和浮躁 回到为青山绿水所环绕 俨然世外桃源的小森林 她依靠一双勤劳的双手 经营渺小却舒适的生活 阿诚会以夏秋冬春的顺序 用四期视频和大家分享柿子在小森林的生活 或者说是介绍另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与态度 本期视频是四季当中的秋季片 《小森林》是一部以美食贯穿全篇的电影 在秋季片中陆续出现了以下几样菜式 通草果、核桃饭、酱汁炸鱼、糖煮板栗、红薯干、翻鸭肉 以及食蔬炒菜等等 这些既是大自然的恩赐 也是勤劳双手的回馈 他们为平凡的日子增添了许多小闲情 很多人看完《小森林》或者李子柒的视频 对比自己在城市中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现状 可能会生出对乡下如咸云野鹤般生活的向往 可我想说的是 回乡绝非易事 最大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心还没有安定 因为心定不下来 你便无法直面人言 对于一个读完书却回乡务农的年轻人 这是否意味着你在外面混得很失败 当你面对乡林们一连串不解的询问 以及可能在背后略带嘲弄的指指点点 一颗原本就服着的心 恐怕会更加不安 因为心定不下来 你无法乐在其中 即便过上小森林一样悠然惬意的生活 等到那股子追求血液浪漫的新鲜进过了 你会发现一切感官体验都渐渐偏离预期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原来和上班一样心累 顶着烈日冒着严寒 也得开荒浇水 播种四弄 或者闲暇时光多到无法打发而成了无聊发呆 自制的那些美食已经无法满足味蕾 甚至再没心情花时间精力去做一道小菜 看似繁花似锦的乡下原来是这般荒凉 除了偶尔去河边洗衣或者下地的老农 几乎见不到什么人 和谁说不上几句话 尤其是当夏天的烈日火辣辣地挂在头顶 路边野草野花丛生 尽快要把道路淹没 放眼望去 鲜有人际时 这种感觉尤为强烈 心不定时的迁徙 就像所谓的旅行一样 不过是从一个你待逆位的地方 换到另一个你很快也会逆位的地方 因为心定不下来 去哪儿也无法安家 回到乡下 更像是短暂的逃避现实而已 就像从东京回到小森林的世子一样 他一边享受于乡下生活的宁静与安逸 一边又在是否定居下来的自宜中摇摆 如果说平凡是利语金风后唯一的答案 那么平淡应该就是过日子唯一的答案 谁都期盼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多姿多彩 可这种精彩好像只存在于别人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喜欢刷各种小视频和隐喻作品 在追随那些或有趣或刺激或甜淡的尽头之余 不免要生出对自己过的寡淡日子的不满 其实真正让日子多姿多彩的 是一颗踏实下来的心 踏实到对一道清朝时书足够认真的心 哪里能让这颗心安定下来 哪里才是我们的小森林 世子在小森林的故事还在继续 他最终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怎样的路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阿诚 我想陪你看更多好电影 我想让你的人生多些好风景